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MKC主播千佑 绿色包装设计并非从设计这个环节考量 今天我们来探讨绿色包装设计可以达成哪些好处 在与客户讨论绿色包装设计时,通常会有三个疑问 一是一定要用卡通牛皮色的纸去印吗? 二是绿色包装听起来好像会花很多钱 最后则是非得一定要设计绿色包装吗? 对我们的品牌有什么好处呢? 上述几个疑问是大部分厂商对绿色包装的刻板印象 其实,绿色包装设计并非仅从设计这个环节考量 应该从原料开采、生产制造、气质处理的生命周期 全程进行评估 把生命周期的观念导入 并遵循三个指标 减量、易回收及再利用为设计原则 下面以沃尔玛在2007年3月导入包装评分原则为例 协助企业如何评估导入绿色包装设计 此评分标准也是沃尔玛实际运用于协助厂商 设计计算包装材料及是否使用回收材料 沃尔玛会实际按评分的结果决定是否采购 第一点 每制造一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 也就是碳足基 以台湾而言 一、行政院环保署 台湾产品碳足基网资讯 鼓励企业分析产品碳足基 此有助于企业提供产品垂直整合绿色供应链 进而降低成本 第二 材料的健康性与安全性 减少后置加工比例 降低有毒物质使用及支持永续森林认证 产品包装一旦加上PP上光 便会使包装子材无法进行回收分解 可采用水性上光取代 挑选FSC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纸张 FSC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组织 针对所有的木头材料提供认证 且支持木头生长与采发的永续性 第三 产品与包装比 依据不同产品类别 减少过度包装资源浪费 第四 裁机 此为产品外销最常见的问题 出货时需要使用大货柜 几个战板运送产品 包装盒在运送过程中能否承受长时间的堆叠 这些在包装设计初期 即需要进行全盘的考量与计算 第五点 运输 厂商常常为了降低成本 将印刷工作交给数十公里外的印刷厂印制 却忽略在包装印制完后运送包装盒的无形成本 涂增碳排棒 建议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完成包装印制 产品包装 出货运送 降低企业的成本 第六点是回收内容 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使用最高含量的可回收包装素材 包括消费后回收的材料 第七 修复纸 这里修复纸是指网购包装修复 退货后的产品包装盒在消费者拆开后能否继续使用 在网购包装设计时导入逆物流的概念 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八 可再利用能源 竹子 麦梗 稻梗 黄麻 皆是可再利用的天然资源 以黄麻 亚麻为例 麻布可以百分之百倍生物分解 而且具重复使用的产品特性 燃烧时所产生的气体也不含任何的毒素以及有害物质 虽然触感不及棉来得柔软 但它透气 耐重和高延展性的功能 早已被许多欧美国家列为绿色商品 第九 创新 创新为台湾中小企业最重视的一环 却被沃尔玛在评量当中放在最后一项 厂商常为了达到在货架上吸引消费者目光 过度强调包装结构材料及繁索加工 导致过度包装 正确态度应该是在面对未来污染与能源浩劫重要议题 思考如何创新及审视绿色包装设计 沃尔玛贵为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商 他们在对供应商实施包装评分卡计划 促使工艺商对绿色包装的正视 也因如此沃尔玛透过包装评分系统 促使其工艺链在2013年降低5%的包装成本 节省达30亿元美金 对中小企业来说 采用绿色包装设计可有效节省仓储空间 更减少运输成本 企业采购成本降低 民众也可以用回实惠的价钱买到相同的产品 除此之外 绿色包装设计还能降低包装废弃物的处理成本 让环境管理效率提升 是一个能让企业、民众、政府、环境都获利的绿色商机 今天为各位介绍绿色包装设计 并以沃尔玛的评分系统来做说明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经营管理相关的知识 请欢迎向MKC.com查询 我是千佑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